当变形金刚来到地球时 他们都会去干点什么呢 秦天柱放弃了领袖地位 成为一名长途车驾驶员 平日里坚持跑跑过拉拉赚钱养家 探长则是找到了双胞胎弟弟交易员 一起在黑市捣鼓起武器装备 赚的就是中间那一手插架 大黄蜂化身萌萌的甲壳虫 成功找到了漂亮的女朋友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 陆霸与尚玄在古巴打起了快乐难求 每天生活都无忧无虑 昔日霸主威震天远赴印度 引进埋名搞起了石油运输 当真是开局一个车 工资全靠拼 逢蜘蛛终于原貌 成为光荣的战斗机培训员 每天都在传授各种空战技巧 但气宙斯因为喜欢唱跳软 与黑人老哥们打成一片 也算成功加入小黑子队列 骇客因为没钱加油 铤而走险选择抢劫银行 哐当入狱后包吃又包住 长老因为怒入正开车太不暴躁 被终身取消驾驶资格 负得不给伯爵当起了管家 大力神由于力大无穷 被远掉埃及前去挖掘金字 过起了九九七的生活 全年无休又无价 路障则是依靠帅气枯炫外形 成功加入军警系统 每天只用巡视三个小时 无险一经生活乐无边 那么你们还知道 其他变形金刚去做什么了吗 欢迎脑洞大开的你留言评论